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站立思想他奇妙的作为 神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南风使地极静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神同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淡风吹过 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这是神的话 阿们 那么在过去几天 约伯记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 以利户描述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神他施行公义 报应作恶的人 而且神不回应 理会恶人的呼求 神这样做 为的是要恶人回转 离弃恶行 但是神不仅仅是公义的 神的公义中 也有慈爱的一面 当人作恶的时候 神甚至会一再用 异象或异梦向人说话 要人回转 只要人悔改 神乐意赦免人 使人离开罪恶的深渊 虽说这样 以利户对神的论述 实际上是集中在 强调神是公义的 神不但不可能作恶 神一定会报应恶人 还主动要恶人悔改 因此人遭难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人犯了罪 一旦人在患难中 没有悬念 就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人犯了罪 所以人如果不悔改 停止作恶 人只有继续遭神报应 直到干脑涂地 不然就趁身家灭绝殆尽之前 赶快谦卑悔改 离开罪孽 其实以利户这样的论述 与约伯的三个朋友 以利法 彼勒达 与索法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基本上他们都是认为 约伯遭难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约伯犯了罪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这样的说法 对蒙受极大苦难的约伯来说 要想说能够安慰约伯 那还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算是在他的伤口上面撒盐 就已经算不错了 以利户对约伯的话 还没有说完 在陈述完对于约伯遭难的 基本立场之后 他接着针对约伯 一直想要与神说话 把自己从神无罪受苦 无端遭难的苦情 向神申诉 向求神能够垂听的情形 做了一番的评论 以利户认为神是创造万有 又同管万有的 神在对于人来说 人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渺小 而且还近乎是无知的 他对约伯提出一连串 你知道吗 你岂能的问题 当然了 在那个时代 约伯怎么可能知道 这些大自然的风啊 云啊 雨啊 雪啊 雾啊 他们的形成与彼此之间 变化循环的道理 就算是今天的人 也无法完全知晓 就算这更不用说 能够像神一样 呼风唤雨了 我们今天连止住 下雨不成洪涝 或者是使天下雨 解除干旱的能力 也没有 所以以利户就断言 卑微渺小的人 是不能够像神说话 而且既然神 又是全然公义公平的 人更不可以向神申诉 人在神的面前 只能是谦卑敬畏 特别是对那些 自以为聪明有智慧的人 神根本不理会他们 在全能的神面前 以利户的话 的确有些道理 神确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而且神不但创造 还维持又同管万有 相对于神 人的智慧与知识 能力与能耐 确实跟神没有办法相比 更不用说 人的智慧才能都是从神来的 但是 是不是人在神面前 就只能如同第十九节所说的 我们愚昧不能承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什么话 其实不尽然 神的全能人固然无法测度 这是事实 但是这不必然就代表说 人在神的面前 只能默默不语 人只能闲默 从远处观看神的作为 其实不是的 神乐意我们与他交通 与他说话 在伊甸园里面 神起初所创造的亚当夏娃 就是能与神直接说话的 甚至即便在人堕落犯罪之后 神喜悦人与他交通 仍然没有改变 以赛亚书43章21节说 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神确实是喜悦我们 向他说话 称谢赞美他 而且神还喜悦 我们向他请心图意 十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说 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图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显然神虽然是全能的 并不代表人在神的面前 就只能闲默 一眼不发像个木头人 或者是像作案当时被逮捕的罪犯 羞愧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相反的 伟大的神与我们渺小的人 实在是比较像 父母在面对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婴孩 父母是很高兴听到孩子 一一压压的声音的 婴孩虽然说的不好 但是只要听到孩子的声音 父母必然是满心欢喜 以利乎说到了这里下了一个结论 人就只能敬畏神 他还加上了一句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神必不顾念 这等于是直接打脸的约伯 说约伯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以利乎说的没有错 人要敬畏神 不过从以利乎以神为公义 这样的中心的论点来出发 他说的敬畏神 我觉得恐怕多半是尊敬加上畏惧 这样人在神的面前 难怪就要躲躲藏藏畏畏缩缩了 这样人对神的敬畏 是因为害怕遭受神的刑罚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 还真的是很苦涩的 敬畏神真的是这样子吗 神是圣洁的 神是全能的 渺小的人特别是会犯错的人 在神的面前有畏惧的感觉 是自然的 但是神也是爱 更重要的是 祂是爱我们的 在爱的基础上面 敬畏神绝不是像以利乎以为的 尊敬加上畏惧 敬畏神应该是带着浓浓的 爱慕的敬畏 以至于顺服神 这就是生命纪第十章 第十二节所说的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 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二十到二十一节还说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是的 我们的神 是全能又怜悯慈爱的神 让我们都来敬畏他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的主 我在天上的父 主我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的全能与公义 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在你的面前敬畏不能言语 你的慈爱与恩惠 使我们满心感恩 吸引我们快跑向你 主啊 我们爱你 因为你先爱我们 主啊 我们要救进你 因为你的圣洁公义 慈爱与怜悯 吸引我们更向你靠近 主啊 求你的手塑造我们 使我们更向你 在你的慈爱与恩典当中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以你为乐 顺服你的旨意 讨你喜悦 荣耀你的名 主啊 我们将今天 仰望在你的恩手中 让我们今天 活在你同在与恩典里 这样子祷告不配 都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有一个 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